来到好股团 我是团长 最近呢 A股市场行情比较火了 1月份呢 据证监会的这个交易所的统计 有80多万新股民路上 在赚钱效应下呢 大量的新股民进入了A股市场 包括很多关注我的粉丝 有很多可能也是进入A股市场没多久 那么作为新手呢 经常呢也会有一些误区 有一些地雷 有一些你要必然要交的学费 那么团长呢 今天就新股民和老股民的一些区别 来教教一些新手们 如何避免一些简单的低级的错误 我们来看十大区别 区别一 新股民呢 喜欢买价格便宜的股票 他觉得上升空间大 下跌空间小 老股民呢 会用除权的功能 看一个股票的走势 是否与路上 与价格无关 不会有恐高症 一个五元的股票呢 并不比一个五十元的股票抗跌 你更应该关注的是涨跌到百分比 很多新股民呢 不敢买高价股 只干买十块钱以下的股票 所以我们知道在很多牛市的时候 尤其在牛市的后期 大量的新手进场 把一些低价的股票炒了起来 那是需要非常疯狂的牛市 但是呢 那种炒作呢 完全是无脑的 那么在行情起步阶段 低价股显然是不会受到资金的青睐的 需要你有一定的主题投资 或者一定的概念 在主线上 区别二 新股民呢 喜欢买下跌了一大截的股票 想在最低点买入后反弹 那么老股民呢 只买上涨趋势明确的股票 也就是老股民只做右侧交易 新股民喜欢抄底 对吧 喜欢跌了很多 不敢买高位 认为低了不会再低了 想在最低点买 其实呢 机构呢 做一个股票 它自己从进来到出来 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它一定会拉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才会逐步的震荡出火 等股市或者股票上升的势头确立后 在入场 风险呢 会小很多 看到明确的趋势确立 你在入场呢 成功的概念会很高 而不是在下跌的途中 去博 已经是否已经到底 那这样去呢 做呢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投资呢 做的呢 就是确定性的东西 区别三 新股民呢 喜欢买热门题材中 还没有动静的股票 老股民呢 紧搁龙头股 一个热门题材 龙头股已经上了很多 但是相同题材的一些股票 还没有动静 新股民喜欢提前埋伏 幻想能抓个黑马 但基本上都是希望落空 再看龙头股 价格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因为资金 既然没有选择相同题材的 另外股票 可见呢 他并不受资金的青睐 那么你去另辟蹊径 肯定是 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区别四 判断一只股票的好坏呢 新股民喜欢看基本面 老股民看资金的出路情况 新股民喜欢看林奇巴菲特的书 看呢 价格值投资 研究公司的基本面信息 这种做法在美国没有错 但在中国呢 有一定局限性 尤其是对于新股民来说 你去看基本面 你能看懂吗 是吧 你去看价值投资 你并不知道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究竟是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适用 中国呢 说到底呢 它是典型的资金市 有资金炒 垃圾股也能上天 没资金呢 再好的股票也可以不动 中国的公司呢 能上市 总有一些东西呢 可以拿来吹嘘 庄家呢 也利用这些特点呢 吸引散户路透 区别五 新股民呢 喜欢满仓 老股民喜欢见机熬动 吃一口酸一口 如果这批新股民呢 很幸福 经历了火热的牛市 很多人有满仓的习惯 死也不卖 结果呢 一旦碰到行情很差 损失巨大 老股民呢 像兔子一样 有风吹草动 就会赶紧离场 保证资金安全 因为呢 只有资金安全 才是继续在股市里 玩下去的基础 我们知道股票呢 是长跑 不是50米短跑 你短暂的获利 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最终看的是 你是否能够持续 稳定的走下去 区别六 新股民操作的没有纪律 不会止损 而且经历过 熊市的老股民就知道 认错服输的重要性 有句话说呢 市场永远是对的 不要和趋势对抗 股票上面附加了 太多的谎言和阴谋 所以千万不要对一个股票 有太多的信心 坚信它不会跌 不会亏 散户要生存的 必须要有严明的操作纪律 一定要给自己设置一个止损线 否则一旦你 真的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可能你再也无法挽回 区别七 新股民呢 只考虑自己想赚多少 没有计划过最坏的情况 事实上呢 如果你能够连续很多年保持 20%左右的年收益率 你已经是一个积极优秀的投资者 按照七二理论 如果保持复利 你的资金很快就可以翻一翻 如果你每年的收益是18% 你的资产 每四年就可以翻倍 是多么可观的这个回报 但是呢 新股民的错误呢 不仅仅是赚钱的野心过大 更要命的是没有为亏损做好考虑 投资呢 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 不提前做好准备呢 往往呢 做完之后呢 后悔莫及 区别八 新股民呢 买卖股票很随意 不心疼钱 一个偶然的小道消息 是很多新股民买入的唯一依据 所以他对这个股票的操作 心里就没底 上升了怎么办 下去了怎么办 什么时候坚持 什么时候要认错 操作的随意性很大 一个错误的操作 带来的损失呢 可能是成千上万 甚至更多 那么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有些人 平时省吃俭用 但是在股票上 却浪费巨大 很让人费解 平时生活上 那买一顿饭 买一件几百块钱的衣服 还要思考再三 但在股票上 数万数十万的投入 甚至上百万的投入 却没有去仔细的思考 就是随心耳 随心所欲 对吧 另一个呢 盲目性 他体现在 没有熟悉的股票 一下子做了很多个股票 对吧 很多新股民没多少钱 结果你看他买股票 买了十几个 二十几个 甚至更多 一个买一点 一个买一点 跟买菜一样 但老股民呢 一般都会选自己熟悉的股票来做 及时更换 也慢慢来 先有研究 再动手 千万不要 买了之后再去研究 很多新股民都是买了之后 再去慢慢研究他怎么样 都是这样 区别九 新股民呢 言行不一 新股民应该跟着自己的判断 如果你觉得会上 你应该加仓 如果你不能确定 你就不要动 如果你觉得要跌 你应该清仓 也许你会错 但是你至少有了思路 还没要做的 只是改进的问题 否则你一定会 处于后悔状态 这样对心态不利 对操作更不好 因为心态呢 是成功的一半 你心态差了 你再怎样操作 最终呢 肯定是 失败的 对吧 自己怎么想了 就怎么做 千万不要随心所欲 临时起 区别时 新股民呢 容易听消息 当真 消息呢 是人造出来的 后面都有自己的目的 股票都喜欢表现出 自己缺乏的东西 老股民也听消息 但是第一反应却是 这个消息要传递的意思是什么 是该正向操作 还是该反向操作 跟大多数人走 基本上是没钱赚 是吧 你赚的钱可能就是别人亏的钱 你亏的钱就是别人赚的钱 在这样的市场呢 除了一些优秀的公司 它的趋势呢 是永远向上的 但大量的公司炒作完之后 股价还是会跌下来 题材炒作 盛行在A股 对吧 涨一倍的股票 看它涨上去 我们看一轮行情之后 对吧 成归成 成土归土 该怎么上去 又怎么下来 所以呢 这是我们很多新股民 要注意的事情 以上呢 十点呢 就是团长 关于新股民和老股民的一些对比 希望能给一些新股民呢 一些参考 在A股市场 不断上涨的过程中呢 机会很多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管住自己的手 对吧 上升趋势呢 坚定持股 你才可能真正的跑赢指数 跑赢大部分了 天天的买卖 天天的交易 天天的换手 这个是在上升趋势行情中的大忌 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傻事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好股团 希望大家多多转发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